行車糾紛竟然演變成擄人案 台南有一名男子在日前把愛車借給朋友開 朋友開車上路時跟別人發生了行車糾紛 但卻疑似談判賠償談不攏 引發對方的不滿 對方在找不到開車當事人的情況之下 竟然索性強行壓軸車組 還把人擄走一路南下 载到鐵皮屋來拘禁 在期間痛歐逼下跪 還逼他跳健康操凌亂泄憤 警方組成專案小組前來營酒 被害人已經歷經了五個小時的驚魂劑 拿出來 這裡拿 我沒有東西你自己收 大批警力衝進鐵皮工廠 先控制險犯 發現被害男子全身多處瘀青 趕快營救 被害人一臉驚恐 原來燒走前在停車場 招人搶壓上車 光天花日下多名二煞 在停車場圍住被害人 隨後接應車輛抵達 二煞直接掳走被害男子 囚禁過程被害男子被要求跳健康舞 還遭棍棒打到下跪 刑禁殘暴 事發在十三號下午五點多 台南永康區移出黃昏市場 當時良性被害人和朋友正要吃飯 卻照夜姓嫌犯一行人帶走 警方獲報鎖定作案車輛 一路南下 從台南追到高雄子關區的工廠 救出被害人 追逐乳人案 竟是行車糾紛引起 原來被害人日前 將車子借給朋友 對方和嫌犯一次行車糾紛 賠償金瞧不攏 嫌犯來談判卻找不到當事人 所幸如走車主泄憤 警方以車追人花了五個小時 救出被害男子 先行查記夜姓等三名嫌犯到案 隨後又查記方姓等兩名嫌犯到案 現場查過 理虐毆打被害人棍棒樹枝等 祖賢就是他 黑色外套牛仔褲和四名同貨 通通被依妨害自由 傷害等罪移送 據了解這群人平均年齡27歲 且前科累累 這回公然辱人恐怕不良紀錄 再多一條 借黃富奇台南報導 想要加打止痛針被拒絕了 竟然就大鬧醫院 來看到新媒室 這名男子人不舒服住院 那麼當時跟護理師要求 想要多打一劑止痛針 但是因為施打劑量 是需要經過醫生評估的 男子不滿被拒絕 開始在病房裡頭大摔東西 還自行離院 事後甚至再回到護理站 恐嚇護理師 連警方來到現場時 他還在持續的大聲叫囂 大小聲也剛好而已啦 他多了大小聲 我不能多大小聲喔 就算被壓制 黑衣男子火氣還是很大 不斷朝遠景叫囂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叫XX 剛交保出啦 我沒有在怕啦 不然你幫我再回派你走啦 不行 你說不行 嗆說自己剛交保 什麼都不怕 但卻很怕痛 想多打止痛劑 被護理師拒絕 居然理智嫌斷裂 拋到護理站 大吼大叫 你要我們管束你嗎 跟你講話 你要管束我 是不是沒關係啦 我跟你回派出所啦 男子情緒失控 也不管還有其他病患 正在休息 大聲咆哮 嚴重影響安寧 事發在新店某間醫院 蔣新男子 因為身體不舒服住院 一早來到護理站 要求加打止痛針 護理人員解釋 劑量需要經過醫生評估診斷 才能施打 不滿被拒絕 男子就在病房大鬧 摔東西 打力關門 甚至自行離院 下午又回到護理站 恐嚇威脅護理師 驚動警方到場 你剛剛在罵誰 你剛剛在罵誰 我跟指名道歉你了 你跟指名道歉你了 針對男子脫緒行為 醫院提告 台北地院審理後 依照醫療法判處男子 三個月有期徒刑 只因為不給打針 大鬧醫院 這下被送進警局 好好反省 記者全員 幫忙忘記 阿西北常報道 高雄有一名富人 到郵局辦事 在停車時 沒有發現路旁邊 有排水孔 於是車輪 就直接掉進了 坑洞當中 而且整台車卡住了 當場動彈不得 那麼當時剛好 有巡邏遠景經過時 看到了 要幫助富人愛車脫困 就跟民眾一塊聯手 徒手搬車 使出洪荒之力 成功解救富人愛車的 卡洞危機 你是整個輪都下來 富人看著車輪 卡在動力 找來警方幫忙 只是遠景看了看 蹲下伸手試試 車子實在太重 這時富人提出建議 隨後富人走上車 控制方向 一旁用路人 也幫忙指揮交通 而兩名遠景 加上鄰居 大家分工合作 一二三 三名壯丁同時出力 而富人控制方向 車子總算脫困 謝謝啦 結束卡洞驚魂 富人開心比讚 事發在14號下午4點多 高雄三明區69歲的 陳馨富人 要到郵局辦事 停車時沒發現 旁邊有排水孔 這才不慎掉進 廠寬60公分 升25公分的坑洞 民眾看了也直呼這個洞真的很危險 更指出 一旁破碎的水泥邊角比較利 如果不升重道 也有可能會造成輪胎破洞 好在這次富人不勝卡洞 最終順利解決 車輪也沒受損 實在幸運 只是開車上路 還是要注意路況停車時 也要注意周遭避免發生意外 記者陳怡超軍員 高雄採訪報導 但您看到這個暖心的一幕 彰化花壇有一間速食店旁邊 在昨天晚間發生了機車 跟小特車擦撞的意外 而當時南騎士 連人帶車摔飛出去 還在地上滾了好幾圈 旁邊的車行員工 一聽到碰撞聲 有一大群人趕快衝出來 幫忙報警 也協助指揮交通 甚至還有連接車駕駛 暫時停在內側車道 防止二次追撞 直到看到救護車抵達現場 才立刻把受傷的騎士 緊急送一就職 小客車從速食店 得來速右轉開出來 就在這時一輛執行機車 從小客車左邊急駛而過 下一秒機車噴飛 摩擦地面爆出火花 南騎士摔落在地翻滾 好幾圈才停下 旁邊二手持行員工 聽到撞擊聲響 而話不說 立刻衝出來幫忙 噴光紅的作法 然後有的就是趕快報警 有的趕快那個協助傷患 然後有的趕快拿三腳架出來 協助一下整個現場 有人報警 有人指揮交通 而南騎士的女友 當時也騎在他的後方 目睹車禍經過 等待過程連忙安撫情緒 除了二手持行員工 還有開連接車的駕駛 也暫停在內側車道 一群人的熱心 避免了二次追撞 直到救護車 趕到火速江南紫 緊急送衣 車禍就發生在 14號晚間9點多 彰化花潭中山路上的速食店旁 由於這個路段是省到台一線 即便都已經晚上9點 車流量還是相當大 發生車禍 好心民眾沒有冷漠不理 反而及時伸出援手 也讓人看到社會 暖心一面 記得當我們正話 看不到了 朝冷漢不理 他認識最好的 全客人入閉 超多的 恐懶 成功 都捏得好